歡迎收聽今天的曲盤好時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錦昭 我是王少 今天這個是第三段 真的是尾聲中的尾聲 八個月中的八個月 是 最後一張 停牌了 對對對 這樣說就對了 但是我把希望連中 因為我們現在是中家 我希望的怎麼連中 你的連中的意思是 他連下去都不要再留待 所以從曲盤停有記到今年的曲盤 連一拉一了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還可以再繼續連下去 是這樣子 就要看大家各位聽眾朋友 這個指示度到哪邊 是這樣嗎 應該是吧 沒錯 希望還會有第三季 再來跟大家談90年後 還有很多很經典的 天啊 90年後 對啊 那麼換一些新的那種 很年輕的這種內容來了 越來越年輕對不對 越來越年輕 其實介紹不完啦 很多歌曲真是介紹不完 是 對啊 所以這個我們也是在最後這兩集裡面 個別安排了兩位音樂人的 這個內容來跟大家來分享 對啊 因為這個60集其實我們台灣 所產出的音樂的人才真的是 多到不行 對那時候 那個年代是神仙打架的年代 真的真的 每個人都分個兩集來 對啊來分享 你看有的人 他一個人他可能在他的這演唱的生涯裡面就出了幾十張的專輯 是 對啊 光是好好的來介紹他大概都要用到好多好多的時間 沒錯 而且你看像我們像孟廷偉啊 他有太多的這個成績 都是讓人家可以 很多歌手這一輩子可能很難達成 很難超越 你看五百萬張的銷售量 那個很猛 你看 你看月亮的臉 而且 他到底有幾個你看啊 有兩個你看啊 你看 你看你看月亮的臉 這張專輯賣了你說五百萬張 對啊就全亞洲啦銷售 這應該沒有機會再超越了吧 我覺得也只有自己可以超越自己吧 這也太難了 怎麼可能 他自己還是超越自己喔 是嗎 因為他在92年的時候有出了另外一張專輯 隔年喔 就是這個冬季到台北來看雨 冬季到台北來看雨 你這樣子感覺好像那個火燒燒的火 好像沒輸 讓你說的那種清明時節雨紛紛的概念 我很難模仿他這麼空靈的那種清新的感覺啊 我沒辦法啊 這個 所以你說我沒辦法唱他的歌 對 而且這張專輯很恐怖耶 這張專輯在當時候 在台灣賣了四十萬張 那全亞洲賣了將近破千萬張 一千萬張啊 因為他有月亮公主的這個 就是我要代替月亮懲罰你的這種威力有沒有 所以他自己可以超越自己 所以可能在地球上需要過中秋節的這個地方 都會買一下他的專輯就對了這樣 你看每一年 只要這個中秋我們就會拿他的歌回味一下 那只要台北下雨你就會聽個這個歌 對不對 這個很有帶入的這個很實際耶 你記得我們小時候常常都說 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們每次都統一回應 我們大約會在冬季回來有沒有 對不對 這個有梗喔 這個有梗 然後我們寫歌還是幹嘛 應該要用這種方式來創作一下 對 每年到了固定的時候就會有產生這種需求 就是要聽一下對不對 對 中秋節的時候就要聽一下你看 月亮的臉這樣 對啊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每次只要 他的歌啦 等於是每一年都會被回味一下 回味一下 哦 是不是 因為時間到了就被拿出來回味 對啊 就就像我每年 我的8月15號我都會聽一首歌 北韋燦 我都還沒有講 真的真的 哦 那以前李林秋老師最厲害耶 為什麼 那歌詞不是每一首歌裡面都是春夏秋冬 我都四季全包耶 對啊 一年要聽四次 哈哈哈哈哈 這個猛 這個猛 對 哇塞 所以那最後最後的一首歌曲 其實那你應該今天不去 就是用冬季到台北來看語教掌 這張專輯其實真的是很經典 那再來就是他沒有市售版的黑膠 他只有電台版 所以數量極其稀少 他是我的夢幻藝品有三張 他是其中一張 對就是還沒有收到 你的夢幻藝品只有三張嗎 不只吧 目前 目前 這三張如果收完了以後 這三張收完了以後還有下三張 哦 那今天的這三張是指哪三張 哦就是他的這張冬季 冬季到台北來看 對這張我還沒有入手 等一下等一下 我知道你其他兩張是什麼 呃再來就是哭殺 哦 黃茵茵老師的哭殺 這個太猛了 那再來就是琪琪老師的暗淡的味 呵 這三張是我目前很想要入手的 嗯 你有聽到會計偷偷在哭泣的聲音嗎 錯泣他只有在錯泣 哈哈哈哈 而且他頭大開沒力啦 哈哈哈哈 哦這太慘了 那這些歌曲每一個都是經典 哭殺也好 哇我真的太厲害 哭殺是飛碟唱片公司的最後一張黑膠 對對對 那這張也是極其的稀少 這個也是只有電台版才有 對只有電台版 那像 齊錦的暗淡我也是 他是贈送版耶 哦 他電台也沒有耶 那贈送他要送給誰啊 就是你 我們那時候不是有什麼歌迷回函卡嗎 對 寄過去抽出來三百張送完沒有了 天啊 所以他還不一定是在電台 他就是可能拿來當活動用的就對了 這樣 所以他又更稀少 哇那果然是物以稀為貴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在想要 你也知道嘛 嗯 別人有 我們沒有 我們就會羨慕 就會想要收藏一下 對 哇這也很好 也是因為你們有這樣子的一個習慣啊 這種喜愛 所以也是說用這種方式幫我們這個整個 從台灣從早年啊 所以你最早從三零年代開始收對不對 從從膠一直到黑膠 從一零年代開始收 從一零年代 從一九一四年代最早才一批的 開始收了 天啊超過一百年耶 嗯 哇 哦 所以你們應該是可能這 家裡面租了幾個倉庫來放這些收藏品 沒有啦 我自己的個性我不會每張都收啦 哦 你覺得有價值跟喜歡的才會收 第一個就是我自己要很喜歡的 我會收 第二個就是我認為它是有關於歷史價值 我會收 對 對 重要性的我會收 那其實說真的 你真的要什麼東西都收 收不完 收不完 耳朵也聽不完 哦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所以這一路從我們從第一集 走到現在用60集的時間跟大家分享 其實是非常有限啦 是 那也希望說今天在最後一集的這個尾聲這邊要跟 即將跟大家來說拜拜啦 真的要說拜拜 希望我們這個從 呃 曲盤聽遊記一路到曲盤好時光 各位聽眾朋友們都能夠呃 呃持續的喜歡我們的作品 當然日後有機會的話 我們也希望說更呃 能夠用其他的方式也好 或者是繼續用廣播節目的方式也好 能夠繼續跟大家來交流這些我們這塊土地上的這些好音樂 是 對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今天也只能跟大家分享在這邊了哈對不對 所以最後你要用今天60集 八個月的八個月最後一首歌曲 對 我們就讓大家來聽聽看 冬季到台北來看雨好不好 好 OK 在看雨之前呢 希望今天的這個節目我們還是要做個ending哈 相關的節目內容訊息呢 請上城市廣播網來搜尋 也可以透過IG App YouTube Podcast等連結來重聽 另外聽眾朋友們 如果你們有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到木哥音樂工作室 以及曲盤聽講文化工作室的臉書粉絲專頁來留言 我們 下次 下次有機會再見囉 拜拜 字幕君 李宗盛 東起到台北來看雨 別再一想哭泣 別再一想哭泣 冬季到台北來看雨 夢是唯一心靈 靜靜回來 不吵醒往事 就當我從來不曾遠離 如果相逢 如果相逢 把花藏心底 沒有人 比我更懂你 天還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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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還是雨 我的三下不再有你 我還是我 你還是你 只剩下多了一個 冬季 天還是天 是天啊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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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别在意想哭泣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也许会遇见你 街道冷清 心失去涌起 每一个角落都有回忆 如果相逢也不必逃避 我终将擦肩而去 天还是天 云还是云 这就是我不再熟悉 我还是我 你还是你 只是多了一个冬季 天还是天 云还是云 这就是我不再熟悉 我还是我 你还是你 只是多了一个冬季 只是多了一个冬季 你还是不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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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我 去盘好时光 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 愿与你回首系数 收获美好 收获美好